我觉得到今天我们都没办法超越 我曾经跟很多人说过 我做文化节目的目标 就是希望有一天也能够做出一个属于我们的 像观看之道那种水平的一个文化节目 那就厉害了 那个节目为什么那么爆炸性 是因为首先它挑战了许多人对于艺术的成规看法 它先挑战的是一个早他几年 拍成的BBC的另一套有名的纪录片 叫做文明 那套片的作者跟讲述者 就是非常有名的艺术史学家Kenneth Clark Kenneth Clark爵士 他所描述出来的那个艺术史 是一个典型我们在教科书里面看到的艺术史 也就是约翰伯格在这个节目 在观看之道这个节目跟书里面 极力要拆穿的艺术史 那样的艺术史 他介绍了一连串的伟大的艺术作品 或者用约翰伯格讲法伟大的影像 总是跟一些关键词联系在一起 比如说天才 比如说美 比如说品味 比如说真理 比如说永恒 约翰伯格认为这所有的这些词语 都是只是使得艺术 或者使得影像神秘化了 而神秘化他们的结果 就是使得我们看不清楚 那些影像 他原来生产出来的时候 的那种经验到底是什么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在观看赤道里面 他提到了一个荷兰有名的大画家 哈尔斯的一幅名作 那幅名作呢 画的是什么呢 是荷兰当年的一些的 祭评院的高级人员 一些理事 祭评院就是救济评人的 这么一些的救济院 而他们的里面的理事呢 都是社会名流 都是一些有钱有地位的人 穿着很漂亮的衣服 在那边等着哈尔斯去画 而哈尔斯那时候 这个伟大的画家到了晚年 是穷途潦倒 他本身就是需要 这个祭评院去照顾 他才能够活到明天的 那样的一种人 于是他画 他画帅声恩画 会让我们看到什么呢 伯格就告诉我们 艺术史上说 这幅画太伟大了 他让我们看到了 一种永恒的美 他让我们看到了 那些理事的人性 这一类的东西 他们的构图 如何的精致等等等等 但是约翰伯格提醒我们 这幅画难道让我们 首先看到的 不是一个穷困的 衰老的 身上不闻一鸣的 这么一个艺术家 他在看着那些 施舍粮食给他的 那些不可一世的贵人们吗 难道这个才不是 他眼睛看到的东西 为什么我们会被 那么多的学院派的艺术史家 蒙蔽了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看不到 这么简单的真相呢 接着 约翰伯格又在这个书里面 提出了另一个 很简单的道理 也是我们应该 每个人都知道的一个真相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好像视而不见 他又挑战了另一个 艺术史上很重大的范畴 同时也让我们看到 为什么这本书 远远超出艺术 是因为他同时在挑战 我们社会 我们人类 很多很固执的一些的想法 比方说 女人到底是一种 什么样的人 女人 她懂得用自己的眼睛 去看自己吗 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 我们来读一下这段话 男性观察女性 女性注意自己被别人观察 这不仅决定了 大多数的男女关系 还决定了 女性自己的内在关系 女性自身的观察者 是男性 而被观察者 则为女性 因此 她把自己变成了对象 而且还是一个极特殊的视觉对象 那就是景观 刚刚我们读到的那一段话 非常经典 有很多人都会引述 但其实在这里 约翰伯格讲这番话 背后也是有缘缘无本的 影响他最大的 内行人一看就知道 那就是来自 法国著名的思想家 西蒙伯夫娃 他的第二性 这可以说是 女性主义历史上的一个经典剧著 我一直想给大家介绍 找机会 我们再慢慢谈 说回刚才那段话 约翰伯格在这里呢 他还接着描述 他所讲的那个道理 是这样的 一个女人啊 从小的时候 她就要学懂 用另一只眼睛来观察自己 看自己坐下来的时候 坐姿如何 走路的姿态 姿势又是怎么样 甚至 他说的很刻薄啊 他说甚至 遭遇上腹之洞 穿过房间 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 那么难过的情况下 他还要在意 自己的表现是否得体 相比之下 我们男人呢 就很少这样子 常常用另一只眼睛观察自己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 我们一般总是相信 一个男人 他的力量 他的社会地位 他拥有的一切 是来自他本身 所拥有的一种能力 比如说他赚钱的能力 比如说他拥有的权利 比如说他的社会地位 甚至你可以说是他的才华 总而言之 不是他的外在 不是他的样貌 相反的 女人就不一样 女人一直要很在乎 人家怎么去看他 他所拥有的许多东西 是得至于人家怎么对待他 而不来自于他自身拥有的事物 那么请问 是谁一直在观察这些女人呢 那当然就是男人 所以久而久之 女人甚至学懂了 把男人的眼光 内化到自己的身体里面 大脑之中 随时大脑里面都带着一双 男人的眼睛 在观察一个 作为女人的自己 所以女人总是分裂的 他把自己分裂成 观察者跟被观察者 观察者用的眼光是男性的 被观察者则是成为 男性眼光对象的那个女人 那么这些女人 她活在男人的眼光 所构成的社会 在这个社会之中成长 她要懂得打扮自己 她要在乎自己的漂亮 那么我记得呢 去年的时候 新周刊呢 曾经做过一个 惹人争议的一个专题 讲的就是 为什么中国男人那么丑 他其实不是说 我们所有中国男人长得丑 而是说呢 有时候我们在路上 遇到些大老爷 富大便便 身材很不怎么样 很粗犷 穿的呢 也很乱七八糟 就算是名牌吧 也都身上乱堆 可是你看 陪着她的小姑娘呢 那却是落落大方 身材苗条 样貌娇好 打扮得也很美 很时尚 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我们女性 那么时尚 那么讲究 男人都那么粗糙呢 约翰伯格这本书 在几十年前 已经给了我们答案 那是因为男人 不用在乎自己的外表 女人需要 女人被迫需要 所以女人 是男性目光的奴隶 那么当这些女人 我们的整个社会 无论西方也好 还是我们东方也好 我们看女人 都是这么看的话 这种观看之道 这种观看方法 当然也就会呈现出 在一些成为观看记录的 影像上面 比如说我们的绘画 比如说西方绘画里面 怎么去画女性 约翰伯格跟着就很尖锐的 在谈西方的裸体画史了 这些裸体画 我们知道从文艺复兴之后 就有大量的裸女画 这些裸女画里面呢 有一种类型呢 特别有意思 那就是那些裸女呢 在这个图画之中 旁边总是有块镜子 或者他自己拿着一个镜子 这个镜子 为什么总会出现在 裸女画之中呢 是这样的 在那个年代啊 欧洲人他们把镜子 当成虚荣的象征 为什么呢 你一个人老照镜子 不就很爱自己的外貌 很在乎自己的外表 那就是爱慕虚荣了 而一个裸女还要老照镜子 其实意思就是 这是一个爱慕虚荣的女人 这种话呢 其实是在对我们所有的观者 提出一个警告 你千万不要爱慕虚荣 就像那些女人一样 然而约翰伯格就批判 这种话虚伪到极点 非常的自我矛盾 为什么呢 因为那些裸女画 他其实他摆的姿态 他的样貌 那些裸女的表情 在在的是为了要诱惑男人 而摆出来的 也就是说 这些裸女画 所表达的就是我们社会 去看女人的目光 女性是什么 在裸女画之中 她什么都不是 她只有一个目的 只有一个作用 就是为了刺激作为男性观众的性欲 然后我们还要在里面放一个镜子 说你们这些女人爱慕虚荣 这难道不是一个很矛盾的事吗 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看到一些小女孩 做网红直播 好像什么都不用做 就在那摆翘 然后很多人觉得呢 他们贩卖的无非是他们的样貌 他们的性感 跟他们的可爱 然后男性观众怎么样呢 当然也很喜欢看 但是另一方面 说不定还要道貌碍然地 谴责这些女孩子 太不知廉耻了 除了这个样貌之外 什么都没有 就是个草包 然后说他们呢 这么出来贩卖自己的性感 太下流了 我们一边这么谴责 一边还要看 甚至有点像我们看色情电影 你看AV 我们一方面消费那些影像中的女性 满足男性的性欲 但是同时还要瞧不起他们 认为呢 他们是应该被社会道德压力谴责 被排除的一些人 在这里面 请问谁才是真正无耻的人呢 那当然是男人 而不是女人 刚刚说到裸体化这个问题 约翰伯格在这个章节里面 这么说这个章节里面 他要挑战一个很固有的观念 那个观念是什么 我们一般人都会觉得 我们现在中国人也都接受了 就是裸体化 它其实是个艺术 跟我刚才说 那个日本AV那是两码色 那是色情 我们总认为裸体出现在油画里面的时候 叫做艺术 出现在AV的时候 那叫色情 是不一样的 所以当年像徐悲鸿先生 他们最早在中国画裸体化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中国人还很难接受 有很多的争论 觉得我们怎么能够忽然接受这么一套东西 仿佛呢 我们都觉得西方人 他们向来也都觉得艺术归艺术 色情归色情 但是身为一个了不起的艺术史学家的 约翰博格就告诉我们 事实不是这个样子 恰恰相反 文艺复兴以来 所有的女性裸体化 它的最重要的目的 其实也是跟我们今天看到色情电影一样 是为了刺激男性的性欲 或者至少要挑逗他们的欲望 艺术是什么 艺术只不过是掩盖着 这些画的真实面目的成薄纱 有时候我们看到那个画 他画的是一个希腊罗马神话的故事 或者历史中的场景 甚至是非常严肃正经 不可侵犯的神圣的圣经 里面的某些的段落 但是当他以裸女的形象 去描绘那些段落的时候 他表面上是在说一个历史故事 描述一个神话状态 要满足我们艺术欣赏的要求 但是观众 尤其男性观众 总是注意的是那些女性的裸体 在这里请注意 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分 裸体跟裸像是不一样的 我们今天讲裸体化 其实这本书 我们中文把它翻成裸像 为什么要这么分开两个翻译呢 那是因为在英文里面 有两个名词 表面上看是一样 但其实意思颇有不同 一个就是比如说 我们说一个人赤身裸体 我们可以说它是 赤裸 但是你也可以说 这个裸体化呢 里面的那个裸体叫什么 叫 nudity 这为什么同样的 中文同样的词 在英文要用两个词来表达呢 约翰伯格告诉我们 是这样的 就是我 比如说我在现在在这里 我脱光了衣服 就这么赤裸裸的 这个呢 一个赤裸的身体 就叫nick 但是呢 nute是什么呢 nute却是这种赤裸的裸体的 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 你看那些裸像画就看得出来 那些女性 她们的身体 是怎么样的摆姿态 她们总是有一种 要展现出一种曲线的感觉 她们的眼神 她们的表情 都仿佛跟平常一个人 脱光衣服 洗澡照镜子 那个状态 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呢 因为平常你脱光衣服 在家洗澡 你不会在意 有没有人看着你 你不会在意 我现在要摆个 什么样的姿态 但是在那些画里面的女性 她脱光了衣服之后 却很在意 画外一个对眼睛 也就是作为观者的我们 怎么去瞧她 她很在意 画外的那些观众 看到了她是个什么形象 后面这种状态 就叫裸像 而不是裸体 因此约翰伯格说 裸像是什么呢 裸像好像脱光了衣服 但其实 她还是穿着衣服的 那层衣服 就是一种眼光的衣服 是一种文化的衣服 是一种约定俗成的 身体的摆放的姿态 所构成的一种无形的衣服 所以她还是穿了一层衣服的 接着她就说到 所有的这些裸像画 他们都试图要挑逗男性的观众的欲望 而谁拥有这些画呢 尤其一些那些有名的一些艺术品 谁有钱去买得起这些画 谁有钱去雇得起那些大画家来画这些画 那当然是有钱的男性 所以这种画的存在 本身就说明了我们这个社会上面 刚才我们描述的根本现象 那是什么 女性是用来被看的 而男人则拥有女性 至少拥有那个画像 拥有那个影像 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我们看满大街的广告牌 我们看所有的电影电视 它里面怎么去呈现女性 我们对女性的要求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做节目的时候 我们做一些谈话节目 找一个女嘉宾 观众们一定会去议论 长得那么丑 还出来干什么 或者说她这个人好漂亮 以后多情 你很少听到他们在谈一个男嘉宾 长得丑不丑 长得好不好看 这是为什么 自古以来 我们依然活在这个男性目光 为囚牢的一个社会之中 可怜是那些女性 她可能还不自觉这个状态 而自愿地继续 按照男人的目光的角度 活下去 所以约翰伯格 他看到的艺术史 竟然是这样的一个 充满压迫的一个艺术史 但是是否表示 这个女性的裸像史上 就没有一些 值得称颂的伟大的作品 有的 他说到 的确有些艺术家 当他在画一个女性的裸像的时候 你看得出来 他跟那个被画的摩特尔的关系 是特殊的 他不要这个女性的裸像 呈现出来是被别的男性观众拥有 尽管那个画最后还是卖出去 还是被展览出来 他在画一个他眼中独特的女性 这个女性跟他有种特殊的关系 可能是他的太太 可能是他的情人 而在那个时候 那种女性的眼光 那个女性的姿态 就挑战了刚才我们说的所有的裸像的既有的文法和常规 甚至有时候我们还会注意到一些伟大的艺术家 他清清楚楚知道这里面的潜规则 故意把裸像里面的女性的眼神 画成是完全不可驯服的 而不是平常我们看到裸像画里面那些女性的眼神 总是一副温顺的眼神 总是等待被拥有的眼神 或者像今天我们看到色情电影里面 或者带有色情性的影视剧作品里面 那种女性总是带着一种渴望的眼神 去看着镜头外面的男人 感谢观看